大家好,我现在在上海虹桥火车站 准备从这边这个天桥走过去 它这个火车站很有特色 都是以方形垂直的结构来建造的 可以看一下周围的一些环境设施 对面全是一些办公的地方 一些写字楼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司 下面它是一个乘坐地铁 这里是通往地铁的路线 这个火车站它始建于2008年的7月20日 2010年重视开始投入使用 刚刚走到这个火车站的正对面来了 它这个火车站不仅仅是有高铁火车 而且还有机场以及乘坐客车 所以它的一个渠道也是比较多的 是整个上海面积最大的一个高铁站 对面呢也是比较防伐的有一个红桥天地 一个大型的商场 然后后面呢也是一些大型的公司 再往前面直走大概一公多里吧 有一个富龙中心 全是一些办公的写字楼啊等等 下面的话也是一些地铁 它这个路线呢是整个上海来说 重要的一个中心的扭道 它这个面积确实挺大的 是整个天安门的三个的大小 截止2010年6月份 上海虹桥这个整投资呢 是达到了150个亿元人民币 总值面积超过了130平方米 它这个也是历史于中国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确实比较的大 看上去也比较的庞大 就是个人感觉非常的 灰红壮大吧 气势澎湃 现在直接走到靠近这个出路站的地方看一看 人不多 在周边走一走吧 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设施 它的长度呢也是特别长的 我们应该总值观看 你